坐着经络当中 有一个很有趣的体会 似乎跟人事现象也一样 保护往往也就是枷锁 这里叫做锁骨 这边会有凶锁乳突击穿越 在连接着 如果锁骨受伤了呢 会出现什么情形 我们的鞋运行 从上行主动脉 出来有三条 第一条应该直接到手臂的 可是他要过手臂之前 先要穿越 大家走在这个锁骨下 这锁骨本身就是很好的保护 可是如果你锁骨伤到了呢 请注意他就是 未经的缺盆穴 也曾经有一位 经络朋友也借着我的动静脉分布图 强调可见缺盆有多重要 缺盆穴卡就是锁骨的伤 锁骨本来是保护动脉的 可是如果锁骨伤到了 恐怕连带的 我想不只是压迫到神经导致血液得流畅不顺 这是所谓的 斜坡共振原理的解释 我甚至强烈的怀疑 动脉本身 它的血管本身就被 因为锁骨受伤 真正造成了筋膜层的纠结 而直接压迫到了 所以它造成了这个锁骨下动脉 走在这一段就不顺了 它接着往下走 要走到异动脉 或者叫做异窝动脉 当然这边还有玄绕的是肩锋动脉 似乎是为了提供给肩膀更好的血液 好 这是一个横走的动脉 也跟这个 这边有一个好像叫做肩膜网有关系 然后 把这边肩窝一带的 筋膜打开 这个血液才能够顺利的往下走 二 走到这个是异窝动脉 这个血点其实正就是 心筋的极拳血 我一直是这样子解释极拳 这个极字可以当动脉用 有直接抵达的意思 或者叫rich at 就像 岳阳楼记里面讲的 南极萧香 北通无瑕的极 动脉 它可以到达泉水的源头 我的意思是说 它跟心脏极为相近 二极为接近 尤其左边 这从 上行动脉 直接一条 如果锁骨下动脉 不要有压迫 它的连通性很快 好 这是异动脉 冲出来这一段 二随着骨头的不同 命名 这里是肱动脉 好 这边在手走处会有分支 出出来 做出来走前面的 叫做 肱动脉 这个对不起 脚动脉 走后面的 齿动脉 然后进手掌的时候 这里有 掌浅功 掌身功 来确保手指的 血液供应 顺利 所以当然 这个 手掌 这个凹处是很重要 各位看得到 我现在做的是什么 血吗 它就是心胞筋 大铃血 大铃要通 中间的 趋折如果也通 那么 整个弹中 就会比较开 也就是心胞筋 比较顺了 好 这是按照这 循环来讲 是 这第一条 应该比较顺了 我们回去 是 我要开始讲 第二条 第二条 恐怕是 更可怕的 一个现象 因为第二条 是要上头的 这条上头的动脉 叫做 肿颈动脉 肿颈动脉 上头 是 它会经过一个 很重要的 一个 血点位置 它叫做 气色穴 气色穴 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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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刚说 经过锁骨下 动脉 出来的是 射 缺盆 缺盆是 胃筋的 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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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缺盆 对不起 这里是气色 这里气色 沾黏 坐开来 上行的动脉 才会比较顺 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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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就是 肿颈动脉 会比较顺 肿颈动脉 上去 这边有一个 很可怕的 缺点 射 射 射 我等于 现在是 逆着 胃筋往上走 这个 气色之上 这边有一个 人吟穴 一般在做按摩是绝对禁止做的 为什么呢 这是肿颈动脉上来 在这边有分支 一个是颈外 前面是颈外 后面是颈内动脉 在这分差点上有一个叫做颈肿动脉动 颈动脉动 里面有很丰富的神经 它会调节血压 可以话说回来 这里面 这个三角形的区域当中 很容易会有一些斑块形成 如果把这边按开来 很有可能会造成 血液中的垃圾往上走 这边往上走的时候 颈外动脉有一条是穿越 遗骨 就是我们讲 吱以以笑 下巴 然后 从鼻梁上去会到 眼下动脉到眼窝动脉 然后会上头 我们再回头到 颈动脉痘的地方 颈动脉痘这里往上走的是 颈内动脉 可是颈内动脉 按照我实作的体会 是是 它恐怕是有一条要直上 是是 这边的涅骨 好像有身有钱的动脉 是是 是这样子上来的 是 然后再下来 它还有一条 是是 是走耳背 耳上 我昨天播的影片里面 就有这个做到 是 有关血压的降压勾的位置 就是 是 就是三胶筋上头 在这边有几个缺点 很麻烦的 三胶筋上头 这边有 是是 天有 上来 翼峰 再来 是 气脉 是 到颅膝 到脚孙 这边都会牵涉到 是 呃 这耳后动脉的上头 是 呃 是 好 把这边疏通开来 是 呃 是 是 是 呃 接着我们现在必须要处理一条 是 是 刚刚说 呃 我们再来 统整一下 后面你要等一下 是 这是 左边的 肿井动脉上台肿 这边是 动脉 豆 是 刚刚说有神经会调节血压 好 一个是往前面走 我这个声率我就不拍了 是 是 是 一方面也是 是隐私拳 好 面部尽量不要摆 呃 来这边 呃 好 这上 内部 呃 的血管 这是上 是 呃 是 呃 呃 后的 动脉上去 是 好 现在 呃 我们牵涉到 还有另外一条动脉上头 是 呃 是 呃 是 呃 是 是 呃 这是在肿井动脉的边上 有一小条的分支 是 呃 它沿着 颈椎而上 是 呃 呃 走在这个 是 椎骨当中 是 就在 椎骨动脉 是 是 是 椎骨动脉 呃 经过刚刚的天有穴 它会往后走 是 呃 这个叫做预诊穴的 枕骨 是 枕骨如果坐开来 让 是 呃 是 这条 椎骨动脉上大脑的血液 都能够比较顺畅 我想 这些要是能够坐开的话 是 是 就能够比较 呃 呃 能够避免 呃 脑中风了 呃 刚刚说这个椎骨动脉 实际上上头 呃 二 是 负担送脑中的血液量 并没有那么高的比率 大概不到百分之二 是 问题它是 呃 相当程度的就是直接供应大脑的 是 所以后脑勺这一代 是 如果常常去把它揉抽开来 是 呃 是 应该是对 是 防中风是很有帮助的 好 其实我现在在做的到底是什么 是跳跃性的经络 是 二 是 其实 接下来就要涉及什么了呢 是 刚刚我们在做当中已经感觉到 星报军冲出去了 不是吗 刚刚星报军不是说已经走到大灵都还蛮顺的 是不是 二 星报军冲出去 这个是中冲 翻过来 是 这是第四支 刚好跟昨天的影片有关 是 是 假臂围圈环 二 是 二 是 是 二 好 这就是冠冲穴 来 往上走了 是 走天井上来 是 背炉上来 是 是 二 是 是 二 然后肩膀这有肩疗跟天疗 来 又到刚刚强调的 是 天有穴到 一封 我刚刚说天有牵涉到后面这一条 嘴骨动脉要上头 嘶 嘴骨动脉这边还一个分支到后面去 好 你看看还没有开始走胆筋 它就横 横过来 因为这边的腮要先横向解开 直的才会比较上 来 直的要上去了 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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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有 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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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封 气脉 来 江牙勾号 嘶 嘶 气脉 嘶 嘶 如席 脚孙 切到前面的耳门 嘶 往上还有一个河辽 来进三交筋的终点 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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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空 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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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得你聪明我都变笨了 太难讲解了 嘶 四足空 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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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胆筋之手 同止了 嘶 嘶 嘶 往下切 嘶 嘶 走到耳门 嘶 嘶 嘶 往上回到最高点 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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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其实又称为中风点 再切到耳门 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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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开始往下走了 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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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往后走 嘶 这边还有两个点 我常常认为是中风的关键血点 一个叫做木窗 嘶 一个叫做正影 嘶 这里如果坐得开来 嘶 嘶 胆筋应该比较好下了 胆筋下来的关键血点 是第21血的 嘶 肩颈血 嘶 嘶 正好胆筋从刚刚起点的 嘶 童子疗眼睛的边角 嘶 经过21个到达肩颈 嘶 嘶 嘶 肩颈有一个很重大的特色 嘶 嘶 嘶 这是一口深井 有污泥 嘶 这个污泥 我打比方说 这个污泥有来自于前面锁骨的不当沾连 嘶 有来自于后肩胛骨的不当沾连 嘶 嘶 这应该是小肠筋在上面的柄峰 嘶 嘶 这是前面在 嘶 嘶 也算是大肠筋的缺盆 缺盆是胃筋的 嘶 嘶 来就是把锁骨的沾连做开 前锁骨的沾连做开 后肩胛骨的沾连做开 还有在 嘶 嘶 峰骨连上来的肩疗天疗做开 你的肩颈才能够松 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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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胆筋要下行 嘶 刚刚是第21肩颈 现在开始从二二开始连续四个血点 二二元一二三折金 他们一样在第五根肋骨上 嘶 再来 嘶 这个是日月血是管胆的 左右对称各一个 都有 嘶 来 这个后面有一个金门血 嘶 嘶 呃 这四个血 刚刚说了 联动性很强 冤一 折金 日月 金门 好 下来的关键血点来了 二 跟妇科有极度关系的 代脉血 其实也就是 嘶 二 胆筋上的重要血点 代脉要是能够松开来的话 接着五叔为道就会比较顺了 五叔为道松了 二 带动横向的 二 肌肉术之血合理化 代脉血就顺了 二 二 代脉就顺了 这边的两个连结点 看我以前的档案就知道 有纵横交错 所谓四十节 来 衣服会透露一些秘密 看到这个横纹肌 随着衣服的纠结 逐渐松开 它也逐渐松了 好 再做一次 刚刚的代脉 四十五叔为道 OK 缺回来 这边又有一个关键血点 这边有一个 四十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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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居疗血 这个居疗血 应该是肛骨 要插入这个骨骨 四十二 四十四 四十 这边的一个群组 四十二 肌腱 这边的肌腱 一整个的群组 四十二 这边的肌腱 会往膠底 膝盖 膝盖连结 这些肌腱 四十二 连到膝盖上 四十二 真重要 四 这边有一个病骨 来 刚刚连过来这一条 应该就是 股四头肌 这边还有股 四头肌 旁边的内侧肌 这边有外侧肌 当我们把这边做开以后 是 这个大腿断的 整个经络都会比较顺 好 来 膝盖做比较松了 我们来调膝盖的 本身的沾黏 已经顺很多了 可是这是我自己手拿着拍 很难拍的全貌 不好意思 好 这个时候来请 我教的手扣动脉 空中抬脚踏车 来动起来 很好 来 二十 这是一个解决带脉 或者是解决胆筋 非常非常棒的一种是 二十 方式来自己用手扣着拇指扣带脉穴 继续踩脚踏车 二三四 太好了 太好了 四 刚刚已经有分析过 这个带脉这个位置 十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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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四 拘疗这个位置 带脉以下这个拘疗位置 十二二十二十二 正面跟两边肌肉素连结的点 十四 两边都一样 因此扣着带脉穴来坐空中踩脚踏车 二 对于解开整个胆筋是有很大的帮助 我们来做第二次 太好了 越来越顺了 甚至刚才前次已经膝盖有很大的 关节囊的空气冒出来 好 很顺了 总共要五次 现在第三次 来 地脉拨开 一 二 三 四 再加一 自己扣着 再踩 甲拉车来 一 二 三 四 一 来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二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三 二 三 四 八 四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5 2 3 4 5 6 7 8 7 2 3 4 5 6 7 8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再来 1 2 3 4 再来一个 1 1 2 3 4 1 再来一个 1 松了 1 2 4 1 这时候胆筋的气两边都往下走了 1 2 4 1 右边的胆筋给它冲出去 2 2 4 1 逐跳音 2 2 4 1 右边的胆筋给它冲出去 2 2 4 1 第四指摸音 2 4 1 第四指摸音 2 4 1 因为胆筋做疏通到一定的程度了 2 4 1 脚只会引起很大的连动 3 4 1 膝盖也松掉了 4 4 1 刚刚示范的不但有上头 3 4 1 动脉上头做起处 4 1 后面甚至我们可以看得到 4 1 2 心胞筋三胶筋 4 1 胞筋东西向松疏通以后 4 1 引起的南北向的胆筋下 5 1 还有什么 5 1 肝筋回 6 1 肝筋要是能够回得来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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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肝筋要是能够回得来 5 3 肝筋要是能够回得来 5 5 肝筋要是能够回得来 5 5 5 3 肝筋要是能够回到脏家 剩不交 把它疏空开来 OK 刚刚我们一直在强调 两边的缺盆有多重要 更靠中间的气色有多重要 现在呢 缺盆还在助手外边一点 中间一点是气色 两个气色中间是什么 来 关键缺点 来 这是天兔 天兔要打得开 人脉冲得上来了 好 接着到终点处 上牙银的中心 银叫处 OK 就先拍到这里了